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5月5号公示晚间新闻 立法院才刚刚三读通过 要对阻挡救护车的驾驶掉扣驾照 而在法规正式上路前的空窗期 又有民众开车不让路 在高雄市有一名脸部严重烫伤的男子 在送医途中遇上了一辆休旅车挡道 虽然这部车是停下来等红灯 但是附近很明显还有可以挪动的空间 救护车也三度按喇叭希望他让开 但驾驶就是不动如山 让救护车足足等了40秒 车上的家属跟救护人员是心急如焚 警方看到了这一段画面 也忍不住批评驾驶太遏职 要主动查办 但是这一名驾驶也有话说 他认为自己只是不愿意闯红灯 哪里做错了 救护车一路开得很急 要把这名脸部还包着湿毛巾的烫伤男子 转送烧烫伤中心急救 没想到原本一路畅通 才转个弯前面这辆白色休旅车就挡住去路 当时是红灯 但休旅车前面的机车停等区 以及右侧的车道 都有空间可以让他避开 但救护车按了三次长声的喇叭 这辆休旅车还是动也不动 救护车的行车记录器录下了画面 还可以看到车内的救护员和家属都心急如焚 不停探头张望 家属也说当时几乎要下车找休旅车驾驶理论 最后足足等了四十秒 休旅车在绿灯以后才开始前进 但依然维持原本的车道 救护车只好从左侧车到超车 看到这段画面警方也说这名驾驶太恶劣 驾驶则澄清说他当时不愿闯红灯 不认为自己有错 大家都停在那边红灯嘛 你叫我闯红灯反正我没有错啦 那个对方确实是遏止 确实有病患 而且他确实是紧急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先行 而且即使闯越红灯 我们都还可以提出申诉 然后把他减免掉 警方表示还是会找当事人来说明 并处理罚款 但日前才三读通过的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 因为还没有公告上路 这次只能够罚驾驶600到1800元 也没有办法掉扣驾照三个月 记者王金村蔡明校高雄报导